現象的不變處以及不理想處 就是發明的機會點 人們都會碰到問題 然而發明者與設計家 與一般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懂得把看到的問題 轉化成解決的問題 這樣的設計腦的展現 就產生了發明 雖然我本身不是個設計師 不過我同樣也擁有著設計腦 所以呢 如果你也有設計腦 你也可以跟我一樣進行發明 那麼 i旋轉今天的發明者 就可能就是你 接下來我要引導大家 進入我的思緒之中 讓各位坦坦們 真實的親身 領略 設計師如何的進行 蹦發 繼續方式坦坦甜甜不膩口 第一步 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在觀光車場所中 我們都會有這場插座的經驗 插座都已經夠稀缺了 更為難的是 有插頭這樣子擋住了 旁邊的臨邊的插孔 這樣做真的是會糟天淺的 第二步 想出改善的方法 我靈機移動 我們擋住的是左右邊的插孔 但是呢 前後 是空氣啊 空氣是不怕被擋住的 所以呢 如果我呢 扁一個彎 不是就解決了嗎 第三 研究你的這個點子是否可行 接下來我們不乏看到其他很多類似 解決相關問題的產品 比方說有這個荷蘭方的方塊 充電器 或者是這個圓形的插座 他們都很好地解決了這個 插孔的問題 這時候呢 你就要做個競品分析 你的成品質 以及他們的 有什麼差別 於是呢 我想到了一個切入點 我發現他們其實很多都是購買一個全新的一個充電器 但是呢 我們發現 家裡其實很多這種東西 而且這種東西可以用 一用就可以用很久 好幾年啊 幾十年 那麼這些東西 都要被丟棄 換購置新的嗎 而且買一條新的這個也要四五百塊啊 我用一個復健式的思維 它是一種加上去的概念 它可以直接的差於你家中既有的舊產品的上面 你不需要構造一個新的整個延長線 而且呢 這個的價錢絕對會小於你買一個新的延長線的價錢 所以呢 我的優勢就是呢 便宜以及可以貪性的使用 你可以在生活中大量的練習步驟一步驟二 先不去考慮第三步驟 因為那有關於真實的落實點子 我們把這種稱作一種思想的局重訓練 就像練肌肉一樣 藉由伸縮 來讓肌肉變得更加強大 藉由這種思想的收斂以及狂放 去訓練你的創意的敏感度 這樣的練習其實並不需要耗費你額外的精神 因為呢 觀察就來自於生活 我總是不斷地觀察生活所看到的 所見的 並從中思考 前陣子在當兵的時候 晚上洗澡的時候看到弟兄 會穩穩兩件衣服 到底哪一件是今天洗的 哪一件是今天穿過的 這樣的舉動 我們可以把它進行優化嗎 比方說我們在衣服的標籤處 進行一個設計 它如果吸到了今天一整天的汗水 它就會變一個顏色 所以當你直接看這個標籤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今天是乾淨的 這個是穿過的 這樣子 不知道這個創意思想的過程 你學會了嗎 所以呢我想做一個拋磚引玉 連說的留言之處 跟我進行互動 我會把連結附在底下 那方法有點特別 大家要仔細聽好喔 在留言的樓層之中 我會把它進行五等份 只要在這五等份的地方的人 就可以得到 i旋轉的 你可以tag一個你的好朋友 你覺得他需要這個好設計 我就會送你一個i旋轉 另一種方式呢 提一個有趣的問題 然後想一個有趣的點子 我就會送你三個i旋轉 在這地方我只是希望大家 進行一個創意的狂想 你不需要考慮第三步驟的現實考量 所以呢 你就儘管天馬的行空的去想像吧 去鼓勵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發明 截止時間就訂在出細葉的午夜 我會在過年的這段時間 恢復你們的留言 以及準備把i旋轉寄給各位淌淌 i旋轉我轉了你轉了嗎 tel men tel tel